你第一場贏了之後氣勢就會一直壓著對方 但如果你輸了你挑成不回來 那就會一直處於在一個很不好的狀態中 MV7寂寞的表現其實都還蠻不錯的 然後我覺得他們的優點就是 他們的個人實力都還蠻不錯 但缺點應該是他們 有他們的表現其實都還蠻不錯的 然後也有台灣人 就是溝通的話會比較不好 所以我們只要把溝通做好 就會有辦法贏一下勝利 遇到這隊的話 如果以個人中路來說的話 我覺得線上跟角色持的優勢都比較少 那如果以配合的話 是跟Boogie的配合應該會比 他跟Breaker的配合還好 所以我可能會以這個方向 就算了 一點韓邦先到隨後槍出如龍 然後M17老套路一模一樣的畫面 來Breaker 開掃眼鏡 找到了 而且這場他學乖了 因為他剛剛是在三角就按了 他這裡上 你一定在合到 我還可以多找一根 哇 多找到你的一根眼位 哇 算 我跟你講 蜀國的這個趙將軍 沒關係 那個時間問題 蜀國趙將軍真的強 然後Pookie這邊抓到了阿吉爾 而且過來支援了Breaker 腳閃線 躲過了這個真理之急 不是 這個情況是不會改變的 來了 要出了 長槍趙將軍來了 3Z這一波看起來有點難走 可是兵有點多 往前挺 然後Breaker 長槍 拍打 搭配著Rex的鋸鎚 應該就知道了 但兵線比較遠 兵線比較遠 當然Breaker有機會在草莊被遇到的是3Z 但並沒有往前挺 哇 拆掉這根眼很賺 很賺 肩挺 強無敵 很硬 很硬的槍 這把槍很硬 來Breaker 進入對方野區 然後打了真是之花草 從沒遇到的是Pookie 兩邊 長槍往前挺 肉搏戰 Pookie 要被打反了 不打不打不打 因為左邊的這個阿吉爾來了 伏仁經過綁 雷斯在跑喔 在動 拼點囉 然後轉角要抓Pookie 抓到你囉 塔莉亞 還不是交閃嗎 交閃交閃 不行啊 這太可怕了 我跟你講 你在野區裡面 絕對不可以想遇到一個大男人 還挺著長槍的 這太可怕了 而且你還是個女孩 往前多 Pookie你真的難走了 後面雷斯進來 空殺防閃 直接把雷斯給推開 左的招腕 準備要撞Mission 但是撞歪了 想要撞右邊的塔莉亞 但是右側 Boogie是被Breaker給單殺掉了 3技趕過來支援 也被REST的二人給撞起來了 再拍一個交化 然後Breaker此時趕到了 他的閃線剛剛已經交過 所以這一步也沒有打 二人影響力也遠大於這個感覺 欸 這裡自己要出手了 FOMO扭腰要躲過了 好腰力 FOMO這邊雖然是沒有閃的 不過等到的是Breaker 在左側想支援 然後雙線 M7 Dreamer跟Durr這邊 是趕過來支援的情況下 FOMO先倒 但是造型被吞到Durr的肚子裡面 吐出來之後 人頭交給Boogie Boogie拿到了雙殺 這一波M7打得好 好的 塔莉亞 但你就是要保護中跟上 所以他這場保護了中 所以上路就穿了 欸 預示哲 由Breaker拿下來 但是Boogie想要阻止他 Breaker撿完之後 面臨到的是 阿祺爾殺兵的攻擊 然後降落胖木下 雷斯 是幫他開門對吧 幫他開車欸 幫他開車 哇 司機 哇 司機 哇 剛剛雷茲是當了一個Woofer的時機 然後在上半步 3D這邊要被豬火的 裝死啦 哇 在一個W12 3D你走不掉了 鐵錘 哇 哇 三龍柱 絕頂升天 那那個有可能 玉蛇會被打斷 可是這個玉蛇的已經會爆欸 然後Boogie趕過來 兵艦出手 此時受到的是布朗姆 一聲拉出化解開之後 直接挑了一個必天守護 在小屁身上 反而是Breaker被卡住了 哇 牆角在Breaker手上 突上去 趙將軍被突起來 直接一波暴打自死 對 對 不過趙將軍這一波 是沒得選了你知道嗎 對 但我覺得還可以 因為這個預示者 還是有裝到這個塔 所以就是 你用你的命去換一座手打 OK 另外一個人 如果我們要再 雞蛋裡調補頭一點 就是如果我們上一隻腳 忠心護足 如果大家打高 喔 上路來了 哇 目標是艾希 你應該走不掉了 艾希被拍一波被帶死了 然後趙將軍又堵上去了 好兇喔 好兇喔 你的影響力也不會變好 上路塔利亞Boogie是蓋牆了 雷茲翔走是閃現近的 扭轉直徑的範圍內 直接 他說寒冰霸圈 然後船長的裝備跟不上的情況下 真的難玩 欸 伊莎你的走位 要小心喔 舉盾 但是旁邊二人叫揚了 來看目標應該是艾希 或者是Trimon 還有Trimon趕快 交了閃現吧 有提但他畢竟還在上半部 我們來看一下軍艇可以TP的眼位 我覺得這次是波 可以打剛剛 二人叫揚 來來來來來 然後二人準備要撞揚 但是撞揚 欸 他撞的是塔利亞 然後塔利亞交了閃現之後 BOOGI 再開驚人搶續命 然後BREAKER長槍往前頂了之後 塞在旁邊沒有人限制住 但是BREAKER 已經先拿下了BOOGI的人頭 然後火龍是經過傑定的手中 再反身 以身他敲出了一個大絕冰和烈性 打出了德爾的MISSION 但是FORM加閃現 身上套的虛弱 先往後拉MISSION 殺兵 再往前 FORM站著 但是還是被DIRR給射倒了 DIRR再往前閃現 繼續追擊 MISSION這波是一個機會喔 但是這波是一個機會喔 MISSION往前殺兵 空炸王必把二爾先給推開 但是後面JTA的全部剩餘的人員 是殘血逃脫 對 撞中 撞中 但是兵箭射是射到的是 哇 這裡防止 不過還好 小V這邊是活下來了之後 以色拉這邊血量有點危險 小V要走了 哇 但是被MISSION的殺兵給插死了 唉唷 這個開戰就有點奇怪了 因為這一team 元素的造型也活著 對 這裡要靠造型喔 BREAKER這邊血量不太夠 剩一半而已 選擇要打 BREAKER頂進去之後 瞬間就差點 瞬間被融化了 哇 MISSION這空炸王一 再把BREAKER給推回來 把POOKE先秒掉 把POOKE先秒掉 但是巴龍局 看起來還是MEC握在手中 但雖然POOKE倒掉了 但造型也跟著倒 兩邊都沒有打野 3D一個人在窄口裡面 就跟張飛一樣 一個人挺住了長板橋 就這個窄口 最多的輸出空間 就變得非常非常的大 對 哇 多連鎖 撞到的是MISSION 然後在陽光左邊一座 撞到三個人 而且只是才從肚子裡面出來 在窄口裡面決定想打 但是看起來傷害不太夠 打不進去啦 炸死了 被加農泡沐直接炸死了 哇 黑科技啊 MISSION是往前點塔的瞬間 然後接近開戰了 但就是這個坦克奇 真的是坦克奇 欸 坦克怎麼在陣 轉角 來BREAKER想換頭 但是由坦克奇的保護體 是換不到的 其實就是MISSION 先蓋完後面的塔對不對 然後他感覺上有點往前賣 他有點在賣 就是我先吃你的招 我摊給你吞走 然後接下來 最近選擇的目標 是在左側的這個窄口 但加農泡沐直接蓋住了這個窄口了 對 哇 其實可以看到那個位置 BREAKER是被那個 阿齊爾蓋的塔擋在外面 對 然後他完全不能進場 再去做第二段的破陣 因為第一段破陣 欸 MISSION 好痛 選擇站好位置 那個砂冰幾乎無敵雷姿 我來把造星送過去 要把造星送到後面去破陣 然後叫羊撞 然後阿齊爾 然後回頭 再繼續推 沒有 這裡就直接 轉中 轉中上的兵營 這個都可以直接拿 因為你最強的開戰技能都用掉 然後甚至雷姿要把造星 欸 頂回來殺 BREAKER根本扛不住 兵肩出手 這邊是由以色拉的盾擋住了 那這波Jetting是努力的才活下來 在夾縫中求生存 但MEC大局入侵了中上 哇 這裸兵營喔 中路兵營已經被MEC給拿掉了 這個也沒辦法守了 對 左搖右擺 還有一個進化 好 左搖右擺 左搖右擺 那BREAKER這邊看起來 是完全吃完了所有傷害之後 還堅挺的站著 這胸膛 MEC你不見了 那這波決定有機會打 對 這可以打 進場破陣了 MEC倒掉之後 這邊還可以繼續追擊 小V要點人了 但是DUR反身是把PRO 先給抽掉 BREAKER在死前 看那個驚人 雷姿要進場了 快點翻到 小V被放回來 3D一槍蹦掉 REN反身是在撞起來 是BOOGEE 他等於是極限拉打 DUR carry了這一波團戰 對 在BREAKER 但現在決定還有一個FOFO 是在趕陽 把MEC是3隻小冥羊趕走 然後3D在旁邊 先唱了一個Record FOFO左搖右擺 DUR把FOFO給緩住 超過打下去 然後超過2 再打一個 沒填到 FOFO的殘血開一個 還要來Carry 我的天 但是這把攻擊的傷害太高了 直接把雷姿給射死 哇 那 JT的守護者FOFO 也沒辦法守住這一場 我們要恭喜MEC 拿下第二場比賽的勝利 這波就 真的沒辦法 就是第一個是陣容 FOFO已經 用了吃奶的力氣 把那個阿祺也秀掉了 然後去打一個武打社會戰 但還是沒辦法 因為對方的艾希跟塔莉亞的拉達 的能力太強 然後加上 後面的JT往前追 小屁被翻掉 所以瞬間輸出只剩F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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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FO後面其實已經很努力 他一直用他的可能向位衝擊 對 他額外的護盾想要去把對方硬收掉 守住這個塔 哇 FOFO看起來相當相當的懊悔喔 他可能會覺得 我就學友都這樣 就是他會覺得 我剛剛再打好一點 就有可能會 就是我剛如果 我剛不去拆那根紅眼 是不是就不會被拿兩顆頭 但是 剛剛那個最後的團戰看得真的很過癮 對 有機會小屁是收完一個頭之後 他的那個加攻速 復仇路火 開始加攻速之後 我可以一路點到底了 但就是那個BOOGIE的陣地之急 把小屁給翻了過來之後 一槍被秒掉 哇 精彩精彩精彩 這場其實對於這一 team來說也是 我覺得就是可能 他們的陣容體系其實跟散場差不多 就是想要打一個重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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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